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同性恋到大麻 再到各种种族问题 宗教冲突 全部提倡用大爱包容 即使不谈政治的科幻片 也能看出这种倾向 比如老板人缘星球和去年的科幻电影《水底情深》 一族恋爱已经不够表达大爱无疆 必须人与星星恋爱 人与愚人恋爱 共同反暴政 反独裁 才能体现真爱战胜一切的精神 然而物极必反 柳晨没有想到的是 美国电影界居然也会拍出政治倾向偏右的电影 母亲的导演达伦·阿伦诺夫斯基出生于犹太家庭 哈佛大学电影专业毕业 纳塔利·波特曼由于饰演她的电影《黑天鹅》曾经拿下金球奖及奥斯卡的最佳女主角 这次 阿伦诺夫斯基的母亲又是一部以女性为主角的电影 但内容却激进得多 在移民问题如此敏感的今天 敢把移民比喻成识人的邪教徒 真是不怕犯众怒 让我们先来看看电影讲了什么 影片一开始 熊熊烈火中的一个女人流下眼泪 随着男主角把一粒巨大的水晶石放在台座上 灰烬中的一切恢复到了大火前的样子 女主角从床上醒来 对之前的事似乎一无所知 从夫妻两人的对话 我们知道 男主角是个作家 最近却灵感匮乏 这天 家里来了个路过的医生 电影没有给出名字 我们暂时称他为老A 老A酗酒抽烟 女主角并不太愿意留下他 但作家却对老A非常殷勤 因为身体不适 A只好留宿在屋子里 第二天 A的妻子突然来探访 这个女人对女主角的私生活指手画脚 但作家说 A得了绝症 又是他的粉丝 看在丈夫好客的面子上 女主角只好忍耐夫妻二人留下 A不小心打碎了男主角的水晶石 男主角愤怒不已 把房间盯死 但依然没有赶走A夫妻二人的意思 后来老A夫妻的两个儿子 找上门来为财产打架 一个杀死了另外一个 老A的亲属来到屋子里吊咽 到这里 影片的上半段算是结束 下半段中 女主角怀孕 作家因为之前老A来访的事获得灵感 终于创作出自己的作品 并成功发表 女主角临产之际 家里来了一大群作家的粉丝 这群粉丝比老A的亲戚还要野蛮无理得多 他们涌入屋子 抢夺屋内的东西作为纪念品 混乱之中 女主角在阁楼里生下孩子 他恳求作家把人们驱赶走 但作家居然为了人们的仰慕 趁女主角睡着之际 把婴儿拿出去给疯狂的粉丝们传递 传递过程中 孩子折断了骨头 等女主角到达孩子尸体的地方 孩子已经被疯狂的粉丝分食 女主角遭到殴打 愤怒的他引爆了汽油 所有人都在大火中飞灰烟灭 只有作家毫发无损 他从女主角的身体里取出心脏 那心脏中包含着一粒水晶 焚毁的屋子恢复原状 另一个女人又从屋子里苏醒 光看电影 有很多不合常理之处 不知道这个屋子在哪儿 不知道男女主人的姓名 为什么老A要留宿等等 一般的解释是 这是一个隐喻圣经的故事 作家代表上帝 女主角代表圣母 被分食的孩子代表耶稣 影片讲述了人类罪恶 是怎样导致了自身的毁灭 电影中也有诸多宗教隐喻 比如关于青蛙的出现 以及死掉了苍蝇 被认为是来自圣经里 埃及十大灾难的隐喻等等 然而这个热爱虚名 对妻子并无真爱 用各种伪善的言语 哄骗妻子收容各方涌来的 崇拜者的作家 我无法把她与人们口中 仁慈的上帝联系在一起 而每天忙于修缮房屋 保护家园 心中含着水晶石的女主角 更具有某种神性 我认为导演这种情绪的表达 来源于她泛神论的倾向 泛神论起源于西方十七世纪 在科学日益发展 越来越证明宗教的解释 无法成立之后 泛神论得到了推广 泛神论认为 神隐喻于自然万物之中 并没有超自然的神的存在 在这部电影中 最明显的表现 就是女主人公与房子的关系 女主人公在触摸墙壁的时候 能听到透过墙壁的心跳 房子本身就是一个活的生命体 与女主角共呼吸 共同经历痛苦 当灾难来临之前 房子出现了一个 会渗出血迹的孔洞 而来客们对房子的破坏 与对女主角的殴打 构成了护裕的关系 导演对于作家的负面表现 则是对于宗教权威 以及权力阶层的双重控诉 控诉他们言辞体面 道貌黯然 打着助人为乐 谅解包容的广子 占有着地球的资源 却对自然并无真正的感激和保护 为了自己的地位和虚荣心 放任人们毫无节制地掠夺自然资源 对于电影的另外一个解释 也是最有争议的解释 则是认为 电影影射了难民及移民 对于一个国家的负面影响 老A一家是纯粹的白人 可以理解为第一批登上美国大陆的英国人 老A儿子的哀悼会上还出现了黑人 可以视为美国南北战争 与废奴制度的影射 之后给房子带来灾难性影响的作家的粉丝 混杂了各种人种 他们在房子里开派对 打架 随便拆下房屋的各种部分留念 愤怒的母亲 引出了地狱之火 毁灭了所有人 美国的社会问题 显然不能简单闺谬于多人种的社会结构 把有色人种塑造成暴民的形象 显然带有种族主义色彩 遭到虚声是不为过的 但是电影中所反映的 地球是属于它自己的 不应该成为任何人瓜分的财产 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人类无止境的贪婪 必然造成自己与地球玉石俱焚的下场 这部电影也是给那些只会喊 分享平等口号 而无视资源有限 以及无限度的收容难民 对各种宗教 包括邪教不加区分的容忍的人 敲响警钟 母亲这部电影的话题过于沉重 让我们换个话题 说说美国东部时间周日晚上8点的 第75届金球奖典礼 根据预测 最佳剧情片竞争最为激烈的两个电影 是小说改编的文艺电影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 以及控诉美国现实 带点黑色幽默的电影 三块广告牌 最佳音乐剧及喜剧奖 普遍认为是鸟小姐 更多具体的细节 柳晨将在周一搭档小月 专门做一期节目 以上就是今天的电影好好看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on stage writing